欢迎各位来到米莱迪王者课程 我依然是那个只有你们百分之两千帅的养度 那虽然只是一块钱的福利课程 但大家不必担心课程的质量 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告诉你 做这课的我本人 前两个月 两到三周的直播时间里 我就单排和打颠方赛 几乎从500多站里上到了山西省省一 但由于我隔一前才有三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来打游戏 其他时间没空 所以最后差了一千来分 没上到国服 因此我可以保证 这个课只要你学会我的细节 最起码也能在新药道王者六十星这个段横着走 米莱迪的基础技能介绍 你们自己进游戏看一下 我讲终点 虽然米莱迪的机器儿打的是物理伤害 但它的身板移动速度和攻击力 全部都是受法强影响的 因此不管你觉得有没伤害 都千万不要出碎心锤正穿甲 没伤害很可能是因为你的连招 或者技能施放出了问题 机器人最多存在五个 厂乡出现第六个或以上 会让你第一个出现的机器人 原地爆炸并且消失 这点在你推塔的时候很有用 你看塔打你机器人快没了的时候 再加二技能补充 而不是已经五个了 还继续放 你只能面对单个目标的伤害最大化用法 就是你等着飞行器 飞到距离这个目标 一个身为远的时候 点出这第二段 这样技能减速目标 中后期用得拿出很高的爆发来 那虽然米莱迪不能一闪 但是可以用闪现一技能来留人 但作为短腿C位 我只推荐你在绝对安全的时候 再这样做 二技能是我们一级出门的时候 要先点的技能 这里有个细节可以注意一下 那就是你刚进游戏的时候 你点几下屏幕 然后就可以直接到 买装备和点技能这些环节了 好处就在于 你可以先比别人更早的点技能 让二技能可以更快的进行储存 此外 我们二技能还具备碳视野的机制 在你路过未知草丛的时候 丢一个技能进去就行了 而由于是一下子丢两个 所以在面对墙体的时候 你要学会控制机器人的位置 比如 你看 这二技能中间它是个石子 那这个石子在墙体内外各一半的时候 放出去的机器人就是一边一个 石子完全在墙的一侧时 两个机器人也都在一侧 这个好处就在于 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机制来 一个技能探两片草丛的 比如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用一半石子的机制 来让机器人掉进墙里墙外 这两块草丛 再比如边路靠的比较近的这两条草丛 你在追人的时候 怕被反杀 但完全可以朝空气的位置 丢二技能来探草 对于普通野怪和远古生物来讲 米莱迪的机器人除了打主宰你 必须在他眼前之外 其他所有暴君和野怪 都会把你的机器人当做英雄来对待 也就是他的忍耐度不会掉 你可以丢个机器人和一技能进去 就不管了 这样就能大幅的提升你刷钱的效率 大招其实基础伤害很低 他的二段伤害只有在你大招期间 多多打出伤害来 才能引发收割效果 因此交大招的绝对原则就是 除非要留人或者逃命 需要打个控制以外 在没有机器人或者一技能的时候 坚决不交 虽然技能介绍里的确写了 米莱迪大招不对塔造成眩晕 但其实还是会造成短时间的干扰效果 而当你想让塔外的机器人进塔推进的时候 必须站在防御塔的边缘位置 才能让机器人主动的跑进去 米莱迪不是刺客 因此你不需要像科妹虎武一样 死盯着这伤害精算看 其实实战没多大意义 正常出装两件套脆皮随便秒 当然基础连招技术是2312 而当你想尝试四级秒人的时候 可以参考一下我接下来的操作 观察到对面中单快上线清兵的时候 提前在草丛里丢出二技能 等待敌方进入我们大招范围 然后再接321顺次连招一套拿下 对方在我们四个强化机器人 加上大招和一技能叠加80%的减速下 就算交闪也很有可能被我们一套秒掉 连招思路就是提前攒球 控制 接球 再接控制 一环扣一环 至于主一主二的打法 区别就在于你的明文出装上面了 而你的明文出装完全是根据对面 而不是自家之用来搭配的 这点比较复杂 大家集中精力好好听一下 首先大家明确一点 米莱迪是不需要圣杯的 虽然圣杯回蓝加续航属性的确很适合几乎所有中单 但米莱迪由于这英雄的被动 补兵之后自动掉机器人 以及他本身二技能耗蓝就很少 因此你前期出一到两个回蓝项链就可以了 通常我的米莱迪会提前准备两套明文出装 第一套是扛压中单通用的调和88穿透 调和心眼梦眼各十个 这套明文通常是我在对到比较克制我的中单时候会戴 由于米莱迪前中期主要输出来源就是机器人 因此能快速清线或者说有团体硬控的中单 我们是比较恶心他们的 比较典型的就是嫦娥 嬴政周瑜这种 清线速度和压线能力在线上都比我们强 因此我们在面对这些英雄的时候 要走13技能爆发路线 也就是主1 同时明文出装上要走88发穿和面具的穿透路线 以防止我们机器人被对方无脑清外以后 离技能和大招没伤害 如果你是逆风局 那么出装顺局就是冷静些完了补两个回篮项链 然后直接面具帽子精深这样去出 逆风局以手塔和法强法穿为优先 因此打附加伤害的回响我们往后靠 先出帽子精深这两个大件 一来帽子解决了伤害 二来精深提前出解决了安全问题 那如果你是顺风局的话 出装顺局就要把回响放在帽子前面出了 面具加回响这两件套伤害要比面具加帽子高 因此我们在顺风波拍被切的情况下 要优先堆伤害高的装备 把对手压得出不了塔 最后一架我通常会选择出到大叔 如果对方大魔女出到三个以上的话 我们再考虑把大叔的位置换成法穿 两件魔女以下 记住啊 不需要法穿 这就是面对对方中单清线压塔 比我们强的情况了 那如果我们对到的是 巧妹 火舞 什么二一这种 清线一般很容易被我们压制的中单时 我们的名文就要在堆法强的了 首先对线这些英雄 我们要主二来帮我们更好的推进 而名文上午戴的是零穿透 因为主要靠机器人来输出 因此戴法穿不如戴法强 蓝色五轮回五狩猎 绿色戴十连米或者十个献祭 红色戴十个圣人 对应的具体着装要比调和八十八穿透简单了 除了对方魔女太多 需要把大叔换掉之外 其余不便 而我出巫术法杖的原因在于 我玩的比较多 所以我对于自己的伤害距离的把控 以及对于危险的预知能力都比较强 其次就是巫术爆发 要比面具高了一个档次 因此如果你能控制好自己不要浪 那我还是非常推荐你出我这套常用猪装的 如果你带巫术 那么你面对单体目标的连招就应该是这样 二技能过后平A 大招平A 一技能盾一下 二段平A 大招后接平A是给下一次巫术强击预备时间 因为他的CD是两秒 再看一遍 二技能过后平A 大招平A 一技能盾一下 二段平A 说完了出装和敏门思路 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局内教学 先来看一下具体的对线方面 我来举一些比较典型的一种 给大家讲一下我平时对上他们的大体思路 边线这块的话 你要知道炮车和主宰先锋是不会攻击我们机器人的 也就是说你要控炮车和主宰先锋的位置 不想让他们进塔的话 自己就必须站在他们的攻击范围里 而超级兵反而会锁定我们的机器人 在一级的时候通常我们兑现到类似火舞这种亲切慢的英雄时 要以压线为主 但有例外 比如说他有辅助帮忙 你没有 那么你就要转攻为首 把目光集中在补兵上了 而只要你打的是路人局 那么爆发一波团战是非常容易的 因此辅助不可能像和你双排一样一直跟着你 而当我们发现对方的辅助去游走的时候呢 就要转手为攻了 利用敌方亲切困难的短板来疯狂骚扰他 而在对线同样是法刺的英雄诸葛亮时 我们是要观察他一级点的技能 如果学的是二级的那我们要避一避 因为他亲线速度比较快 如果他学一 那不论这个莫子再不在我周围 我都可以上前无脑压他 注意这里的细节 包括助不量在内的 有AOE的中单 我们要等他先交了亲线技能之后 再向后排兵丢出机器人 因为我放的三个小兵 同时是出敌方的一个前排兵的时候 我们要补兵相对比较容易 因为小兵的伤害很容易计算 打的也慢 但如果你直接把机器人丢到前排兵上 一来机器人和小兵的攻速不一样 二来伤害也不一样 因此你很难完成步兵 而两个机器人又可以独自吃掉对方的后排兵 所以在一级的时候 这样的技能处理可以让我们最快的抢二 并且完成步道 在我们抢二之后 我最推荐你继续压塔 而不是去翻页 我们的黄金专端法则最核心的原则就是保一塔 而对应的就是要以推掉对方的一塔为基本功底 你可以看到 在开局不到50秒的时候 对方的一塔就已经掉了三分之一的血条 那这个思路就是你们部分人看我直播的时候 经常三分钟推掉对面一塔 但又不知道为什么能推的原因了 而诸葛兰斗达二级后 贴身一二的爆发可以直接清掉我们的机器人 因此这个时候我们要让他先进线 补塔兵的时候 如果这个兵质满血的话 记住A两下就不要再点了 因为通常来讲 平A是误伤的中单 先A两下 最后兵撕血了 再A一下就可以补到 我相信有不少单位比较高的玩家都很期待我讲如何兑现嫦娥 如何处理嫦娥 因为高分段嫦娥的出场率是挺高的 那我在这里给出你两个方法 第一 扳掉 第二 别玩米莱迪 我没有开玩笑 清线 前中心爆发 游走能力 扛揍能力 这完全就属于天客了 同等水平下 米莱迪不可能打得赢嫦娥 我的确玩米莱迪和嫦娥对线过 也赢过 但我准备好的玩和素材最后都删掉了 因为明显是实力碾压 既然对方不是高手 那我就算讲出来 对你们帮助也不大的 所以牢记 对方选了嫦娥 你就别玩米莱迪 你选个加罗中单 打爆塔多舒服 至于真机这种谈谈乐英雄 我的处理方法就是和平发育 你先的打交了谈谈乐 然后赛交机器人 机器人死一波你丢一波 最后往往是你们清线速度是差不多的 给他送钱这个在所难免 但这的确是无伤处理这种英雄最好的方法了 而兑现婉儿呢 其实比很多人想的都要简单一些 你的分担越高 被婉儿越塔单上的概率也就越低 一来对面不会太冒险一换一 二来我们塔后有草丛 闪现 包括一出今生都可以完美的躲避伤害 所以兑现婉儿 我们在不浪 不当之面出他的前提下 主要看的还是你四级前的一个兑现处理 归根结底就一个字 忙 以这场退局为例 由于婉儿的技能和被动评A是贯穿伤害 所以他的清线速度是非常快的 因此我们上线的目的就不是压他 而是清线升二了 通常情况下婉儿都会像视频中这样 仗子自己比我们多一个技能 加强化评A想压我们 但其实你根本不用怕的 他技能与技能只要不交汇 伤害并不高 我们一边和他对一的同时 一边调整自己的站位 我要让一技能二段和他的二技能打中我们 到了二级以后 还能直接记住他小兵死亡后 给我们增加的机器人来一块输出 那他不交闪或者进化就指定没了 而刚好交锋完一波 兵现又很快就位了 婉儿为了不让我们清线 进塔也就没回去 我不主动上前压这个血圣的婉儿 是因为刚才奶妈来过中路一次 我不确定他现在在哪 所以想试探一下 但婉儿的目标明显只是想清兵 所以我这才上去装罪要搞他 这里注意看 和前面讲过的一样 你要朝偏左上方走 机器人才会进去 不朝右下是因为怕别人蹲 之前在诸葛亮科中中提到的 黄金中单法则中的游走原则 对于米莱迪来说也是适用的 第一要在中线已经清完 或者中路有队友 或者对方中路不在的情况下游走 第二要在绝对能拿人头 助攻或者把塔的情况下游走 其实理解起来非常简单 就算是这场60多星的排位赛里 我的打法也不会改变太多 队友已经打起来了 但是由于我中路还有限 所以我得确保有足够的机器人 把这个炮车磨死 不然你就算直接走过去 炮车也能把二塔磨个半血 二塔一掉 我们和队友的死伤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在比如这里 在对方火舞不在中路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暂时放掉兵线 转而直接游走 这里注意 我们丢机器人 要尽量避开对方的伤害和技能 这样在很多时候 你的机器人就会因为你的细节处理 而不会落地秒死了 打完一套后 只要对面的人数是多于两个的 那你别管死没死 直接往后靠 等待CD 因为不出巫术法杖 你评给就没什么伤害 米拉提的游走和常规中单 有一个区别最大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为了拿塔而游走 在这个片段里 虽然对方下路二塔是满血 但我基于一下两点考虑就直接过去了 第一 中路我兵线没有压力 第二 身边有控制英雄 我不是落单的 不怕别人来干渴 自身安全能保障 那这就足够了 而我们在常规的军事局中 一定要注意这个十级关键发育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十级的时候 如果主二的话 那你到十一级的二技能就会点满 而在升一级到十二级的时候呢 你大招也就点满了 因此在十升十二的这段时间里 往往是一个米拉提经济和伤害的爆炸成长时间 你每升一级就能适应的一个技能的基础伤害和CD 达到最大化收益 因此在我平时达到十级的时候 就会开启经济通吃模式 经济通吃模式就是黄金出端法则中 中单英雄在十到十二级的时候 掠夺场上除了红buff之外的所有资源的一个时期 快速当达十二级后 你的伤害就会有质的飞跃 米拉提的打团相对就简单了很多很多 因为我们输出方式比较单一 所以一二技能丢完 身为往后拉就完全足够了 只是交大招需要区分前中后期 前中期团战牢记 一大招能给到谁就给谁 第二大招给队友在急火的目标 或者落单的目标 而正后期的团战则需要你看对方 有没有能直接切到你的刺客了 如果自身不受威胁 那么大招目标还是和前中期一样 如果有刺客专门来切你 那么打团记住 手上要始终捏着大招 二技能也要始终存着一发 留给切你的人 知识点都放在一节课里 的确显得杂利一些 我特意把这节课的知识点 和对应的时间点做了张图 就是片头那张 方便你可以精确地找到你想复习的内容 还是那句话 一口吃不吃胖子 我在阿柯这种强度的课程里 都能看到很多荣耀王者的 蛇皮打野实战反馈和好评 也能看到一些 钻石薄金观众 玩了一两把之后 打不出效果来的差评 这归根结底 其实就是一个场数问题 实力越强的人 越能发现别人的闪光点 因此大家一定要多多实践 可能你上百场过去之后 回过头来就会突然发现 黄金中的法则牛批 蛇皮打野牛批 盗墓者上 对哦 我还没出盗墓者上单 不过会有的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哦